216 《承報》 曾俊華至一手暗時解讀過分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2本部政治組報導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四幾一手 頓時成為政壇花生,認為曾俊華乃下界特首大熱 曾俊華昨日則表示外界解讀得太過分了 曾若成回應不懂解讀曾俊華昨日啟程前往福建省 訪問福州和廈門三天,抵達後先參觀平潭綜合實驗區 了解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平潭片區規劃和發展 及後參觀實驗區的企業及平潭海關 他並與福建省副省長鄭曉松會面 雙方同意根據敏港合作會議的框架 加強兩地經貿和金融合作 曾俊華作出發前備問到習近平早前與自己一手 自己亦罕有接受內地官媒新華社專訪 是否暗示特首兩真英未必連任 自己會否真的想參選 他則澄清根本沒有這樣一回事 認為記者是讀得太過分 談到香港經濟 他表示本港作為外向型經濟 將會繼續受到外界不穩定因素影響 他又認為 希臘債務問題只是短期內得到解決 長遠仍需改變經濟結構 另外 立法會主席曾俊成出席另一場合時 只回應一句 我不懂解讀 再次回應拍照 後個人的視頻 請進行 請進行